第35题 将装有蓝墨水自制的温度计放入液含热水60度C的大水槽中 观察系玻璃管内水面的瞬间变化 老师上课讲过了 把我们这种自制的温度计放入热水中 它们的液面变化会先降后升 为什么会先降 因为我们的锥形瓶先受热 所以它的体积先膨胀 所以液面就会下降 然后里面的液体也受热了也膨胀了 而液体的膨胀的比例 比我们固体膨胀比例来得高 所以它最后还是会后升 所以碰到热水中 它的液面应该要上升 但是会先降后升 35题问 观察系玻璃管内水面的瞬间变化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先稍稍下降后上升